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枪枪三人星 本到咱们今天请来一位专家 魏老师 魏老师该怎么介绍呢 他跟我说可以介绍他是新媒体的扯淡者 专门扯淡 他专门写评论去谈新媒体的问题 过去也当过大公司的首席 运营官呢 数字公司 然后扯淡就是属于上课扯淡 给老师给学生讲课 然后给公司做顾问 我现在还是中央电视台顾问 那顾问也是扯淡的工作 然后做讲座也是扯淡 然后这个写字也是扯淡 就是说出去话 反正你爱听你就去做 你不爱听 你要不扯淡 你也不可能今天坐在我边 他正是因为昨天晚上 在香港进行一个讲座 我们这个节目的编导啊 这个这个宋欣呢 人家就挺爱学习 去听他讲座 一听他正好说到 我们今天要谈的一个话题 所以您就就欢迎您到我们这来扯一扯 好 没问题 这位老师要讲什么呢 文道你可能也听说了 最近我听说他们业界 有一个特别大的事 诺基亚和这个微软 携手 手拉手 这里边一下子就让人想起 说诺基亚 你比如说中国有的科技网友就评价 说诺基亚现在已然是失去民心的国王 从全球手机市场占有率到40%都是诺基亚 自从iPhone 苹果出来以后 一路就感觉有点日波西山 这里边又关联到他们这个iPhone使用的这个系统 微软的系统 我才知道还有一个Win7手机 对 这很少见有人用 Windows Phone7它是指的是一个操作系统 对 它不是一个手机 就像诺基亚是一个手机 但是诺基亚后面的操作系统叫塞班 就像你说PC PC是一种电脑 但PC里面装的是Windows一个操作系统 有的人不装Windows 但虽然大部分人使用Windows 那么塞班这个操作系统一度是所谓的王者 就是说天底下好像智能手机都是塞班 就像Windows在PC里的这种感觉 但是苹果出了手机以后 苹果是操作系统它也做 手机它也做 它的手机叫iPhone 它的操作系统叫iOS 然后这个搞得非常红火 大家都去这个iPhone4在国内 已经可以说一击难求 昨天我碰到一个学生说 在香港也是一级难求买不到 买不到 我是说甚至看这趋势 这个手机将来的代名词就是iPhone了 那还不一定 身边这个人我觉得都俗了 当然我自己也是用一个 现在用Android的人也越来越多 是 我也有一个 就是安卓 我们叫安卓系统 安卓 弄来弄去 我那天还给他们问 我说 反正我们一般电脑不是Windows 如果真有一个手机 像这个Windows一样 那不是插上电脑就很方便吗 他们说有 但是好像说不受欢迎 那为什么不受欢迎呢 这个手机还是手机 电脑还是电脑 你通过电脑你可以写一篇很长的文章 你可以做一个PowerPoint 或者做一个PS图片 你说你拿个手机 这么小的东西不好弄 不好弄 所以手机基本上还是更多的愿意 在移动当中解决一些临时性的东西 但是你说我要静下心来 比如说我今天晚上静下心来写一篇 2000字的扯淡文章 我不可能用手机来写 我肯定还是用电脑 看来啊 所以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 曾经过去也就是 大家都说微软进攻手机市场 这个作业系统 他那个作业系统出来说 当时很多人也很看好 说跟电脑是这个习惯人带过去 结果就完全不行 所以你看他就说这个前瞻 有时候我也怀疑 到底有没有前瞻这回事 还是压保运气 你比如很多就是这个市场的这种机会 转瞬即逝 你比如微博 我经常听见 这中国一些网站的老总大骂这个微博 其实说实在的就是因为当时 他错过了错过了 这个东西 诺基亚也是 当年就是你看我就觉得 真是世界上不存在日不落地国 最近这个春节期间 我还看了那个央视拍那个纪录片 就是公司的力量 拍的很有力量的一个片子 我觉得他里边还专门讲的诺基亚 说当年芬兰本来经济 就是一般般不行吧 但是呢他开放 允许这个国际的这个资本呢 进入这个诺基亚 那么到现在 诺基亚就简直变成芬兰这国家的一个符号 对 是说这个国家收入一大半都是诺基亚带来的 是的 那咱们看看几张照片 很有意思 你瞧人这个诺基亚现在如此芬兰的民族工业 芬兰现在有个结 就是扔手机 扔这诺基亚手机 就可以扔手榴弹似的 你再看下一个 比谁扔的远扔的高 你再看下一个扔的好玩 他搞这么一个活动 然后你看 小孩 现在呢他一旦宣布 我就说这个事势如其在变化 诺基亚一旦释放出这个信息 说可能要用Windows的这个东西 但是呢 在芬兰本国就已经有人上街抗议游行 因为他们关联到这个赛班的这个软件 是 他们从业人员可能就要失去工作 是 因为那个操作系统就是说 我如果是基于赛班这个系统的 那么我是基于这个系统开发程序 就好像有的人是基于Windows开发程序 然后今天微软说我Windows不干了 我投奔另外一个操作系统 那天底下有多少软件公司 要受到很大的影响 有的甚至要倒闭破产 他没活干了 所以 诺基亚转向微软 一方面是诺基亚自己可能会裁员 这个他有一大块人 不需要他再去做这个事情 另外一方面我们叫赛班 还叫赛班的生态圈 他有很多关联的方 这些关联方都灭顶之间 比如说他们开发其他的软件 对现在已经就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他们没活干了 他们必须要转向IOS 或者是安卓 或者是Windows Phone 7 这样一个操作系统 这对他们来说又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可能有一些程序员也要被淘汰掉 这是一个很痛苦的转型 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在于 因为我算是最早使用智能手机的那一代人之一 但当年我用的那个系统 现在早就没人用了 没人听过 就是Pump Pilot的那种系统 那用到现在为止 我觉得还有一点点市场风格 还有一点点很小很小了 那我觉得他很有趣的地方在哪 我仿佛看这十多年来的变化 这其实就十年了 这十年的变化 你觉得好像不断的有很多历史重演的东西 怎么讲呢 像我刚刚讲Pump 那个系统 我到今天为止 我发很多首行的朋友聊起来 都还觉得它是很好用的系统 但是问题是好用不代表你能赢 在我发现在电子市场上 这是不断的重演的一个事实 就像当年的苹果 大家都是很好 但是它会被微软斗垮 对不对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什么 像赛班为什么会垮呢 赛班其实很 这个诺基奖不是被iPhone打垮的 严格讲 iPhone打垮 它是透过什么打垮 是带来一场典范的转移 这个典范的转移就是一个更开放的平台 一个比它远远开放的平台 那这个又让我想起来当年维远 其实是做的那么大就是它做了一个开放给别人用的一个平台 你觉得这是理性的吗 一个东西火了一个占有市场了 确实是因为客观上它好了吗 还是因为某些非理性的因素在里面 这客观上是最重要的原因是有人借助你赚钱了 这是最重要的 没错 就是谁通过这个东西赚钱 它这个生态圈就会越做越大 对 刚才文道提到说 为什么这个苹果以前做电脑 一开始做电脑 后来被微软击败了 因为苹果的电脑是封闭的 它的这个麦克系统就是所有的软件都自个来 没有人 对啊你现在iPhone我也怨它 它也是封闭在它的网络里 不不不不 不是这样子 你像他们就是那个像安卓这个系统 它是不是比这个iPhone的这个 不不不可以随便下载啊什么什么 App Store是它有30万的应用 都是基本上是外边的人开发 对啊 然后Apple给你分成 所谓的Apple的App Store 来的比Android的封闭是因为它的UI都是一样的 对就是你看每一个iPhone都是一样的 iPhone4和iPhone3其实长出来差不多 开机也差不多 然后苹果说我要审核 你所有的应用上来我都要审核 安卓呢是它的UI不一样 每个HTC的摩托罗拉的什么三星的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然后呢你想开发你就开发 对谷歌也不需要来审核你 所以我以前写过一篇专论文章 我说安卓这个App Store 或者苹果的iOS非常像凯恩斯的理念 就是说经济是要调控的 但是Android的理念非常像哈耶克的 就是说随便玩 这个大家用金钱做投票来决定什么主义 自由主义完全开放 所以它能够感受出一些东西 那么我们回到创始人的身上 很有意思 这个苹果的创始人这个乔布斯 当年是所谓的新左派 他是参加过这个所谓的共产主义运动 在美国那个时候 对学运 学运 他这个当时他们崇拜三个人 就是马尔库塞 这个马克思 好毛泽东 咱们那人 乔布斯他是这么一个出身 但是谷歌那两个人是怎么出身的 他是出身在 其中他们一个创始人是前苏联 或者俄罗斯这么逃过来 他非常反感这种控制 控制极权 他非常反感 而且谷歌两个创始人是伴随着黑客文化长大的 黑客文化就是自由 无政府主义 这个是能够看到创始人一种感觉 他自己从小的那种烙印在里面 就是乔布斯说我要管 谷歌说不要管 谷歌不要管到什么程度 有人PS的奥巴马夫人的照片 黑猩猩长得像黑猩猩一样的 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 因为是一道种族问题 白宫说你这张照片删掉 谷歌说我不删 这言论自由 不能删 然后两个人还逗 都到最后谷歌还是没删 就是他不遵循控制 魏老师这是手机里边聊出政治学了 这会聊的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他们就有人讲一个什么话呢 说原来啊就说是诺基亚和这个 windows phone这个这个微软合作 说将来这个手机在蓝屏死机的时候 扔出去就不怕摔坏了 这什么意思 说很诺基亚手机不怕摔是吧 然后呢windows那个容易蓝屏死机 对但是现在我们就可以期待 将来诺基亚手机 新一代智能手机 用的是这种windows这个系统 你觉得这个它能打败这个iPhone吗 最近有一个数据调研说 其实智能手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有多少人在你里面开发 就是你带动了多少人发财 那么调研下来说 windows phone7这个操作系统的 这个开发的加入者 就是更多的应用 它的增长率是最快的 它增长了30% 那么同期iOS只增长了1% 但是当然iPhone的iOS的这个基数打 30万 那个wind7的WP7的那个 只有大概1万吧 增长30% 但还有前景 有前景 那么这里面涉及到您刚才那个文涛提到说 会不会蓝屏的问题 蓝屏和那个后面的硬件有关系 有关系 那么原来我们知道在互联网里面 而在PC里面有一个很著名的Winter联盟 就是微软加Intel 一个是做软件的 一个是做硬件的 CPU最关键的 那么在手机里面 手机的CPU 所谓的CPU 不是Intel的公司 是一个另外一个公司 AIM 它是这里面的王者 那么也就是说 微软需要去调整和Intel的关系 它和另外一个公司之间的关系 来开拓这个东西 所以它不仅仅是诺基亚和微软的事情 它还涉及到做那个 手机的CPU的公司的事情 这里面是非常复杂的 不是说我们面子上看到的诺威 但是诺基亚和微软的联盟 它有几点可能现在我因为专门做IT的扯淡 有些评论 我觉得它没有看到这一点 就诺基亚做了那么多年 在全球它的渠道的力量是非常恐怖 非常恐怖 它扑货是很容易扑上去的 就算是现在都电子商务了 但是苹果还是要开一样板店 因为这玩意要是需要你去摸 去把玩去体验 然后你才决定去买不买 所以诺基亚在渠道上面的优势 还是非常大的 这个当然就是审美观个人有差异 但为什么就我个人来说 说诺基亚原来那么牛的手机 它怎么老在外形上感觉就不像 其实不是 苹果那么好看呢 我觉得并不是这样 其实你比如说我们举几个例子 讲外形的话 你说三星HTC 包括诺基亚 这都出过很好看的手机 那为什么我们总有个感觉觉得 苹果比他们好呢 并不完全是苹果的设计真的是好好的那么多 而是什么 苹果的产品啊 就只有这几样 这是个很大的分别 就诺基亚这种手机霸主啊 他出一个手机 是从低到高 各种品位各个市场 他全都铺开了 因此呢 你叫你回想一下 诺基亚的手机有什么很经典 你不容易想起来 嗯 但是苹果不一样 苹果是每一个领域里面 我就一个产品 一个一个出 我先出iPhone 跟着是iPhone4 我一个一个这么出的时候 他那个形象是很深入明星 他做广告 所以苹果这种做法有趣的地方在哪 就传统我们告诉我们 你做这种制造商 你应该要打中各个市场 各种人的需要对不对 苹果不这样 苹果就我懒得你 你理你有多少种人多少种需要 我就出一个玩意儿 嗯 但是我花极大的力气 在推广这个玩意儿上头 他这个玩意儿 他其实是有调研的 嗯 乔布斯从来从来不承认这个事情 就是说别人问他 你苹果有没有做这个手机的时候 事先调研过消费者需求 不可能没 他是这么回答 他说这个达峰基化 蒙娜丽莎微笑的之前 他有没有做过市场调研来 来画成什么样子 嗯 他是这么回答的 但事实上他是做过的 那么我们业内知道的是说 苹果是用搜索引擎来做的 他投了一些关键子下去 然后他去监控用户 对什么样的东西感兴趣 他对什么样的设计 他比较愿意更多的点 更多的注意 花更多的时间 然后他去分析说什么样的 制造出来什么样东西 能够切到这个大众的需求 嗯 然后他最后形成了这样一个 刚才能老说 但是出来聊呢 还像是 好像没做过 对 其实iPhone人家 iPad刚刚出来的时候 这不就是不能打电话的 大号的iPhone吗 找的就差不多 是 确实差不多 但是他那个设计确实是 已经切中的很多人的喜欢 另外他还有一点点 饥渴营销成分在里面 就是你买不到货嘛 你买不到货 你就 就是有意制造的吗 呃一方面是硬件跟不上 确实跟不上 另外一方面他也不急于解决 他就变成一种 就是说我和我的朋友 张三有一个iPhone 哎呀大家都挺好玩的 那我也想去买一个 结果跑到店里去 人家说没货 那么张三有这个iPhone的时候 他就变成 这一堆人当中他很 很时髦 很新潮 大家都要仰仰视他 那我就心里很痒 我为什么不能这样呢 那么所以iPad出来的时候 我赶紧去买一个 他就会造成这样一种 这还真是有招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有时候像我们这个外行啊 就对这个世界大事 就有个疑问 就你比如好比看蝶 看DVD 你们为什么要分那么多的 这个知识 这知识 那知识 这知识 那知识 手机也是 你要弄这个系统 那个系统 那个系统 你们为什么不商量好了 全一个系统 但是好像呢 这又不利于竞争 是不是 这种思维是计划经济的思维 有人事先给你规划好 然后大家去做 可是你知道吗 就是说你好比我觉得 比如我原来用惯了这个微软的 你让我再改变我这个习惯呢 又是一个 比较苹果也我也觉得好 但是你要改变过来呢 又是一个很费成本 很费时间的一个 你这个说法不是很傻吗 这就相当于 有人就说 怎么你们有的人打篮球 有的人打足球 有人打排球 怎么不商量好打一种球呢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谁如果能够今天发明一种球出来 就比如说你发明了足球 赚了很多钱 大家都打足球 那我当然得弄个篮球 让大家来我这个地方打 那我也得赚上很多 但是我现在觉得 就是说你竞争里边有一个什么呢 易于掌握性 会是一个非常大的 你比如说 就像我这个外行来说 我不是电脑发烧友 也不是什么操作系统发烧友 如果你有一个新的东西出来 我觉得是好的 但是我现在发现他们竞争 也竞争这玩意 就是你看现在有些新的系统 我就发现我掌握起来非常快 你不是说别的像iPhone也是这样 不存在什么 我看说明书 或者你现在有些电视机也是 我还想这是个负担 我得花两钟头才能闹半天 你一拿几遥控器 随便按几个 他这个人性能够把你琢磨到一个什么程度 比如说原来有人来 从一些很微观的事情来发现一些设计 比如说复印记 复印记上面有很多按钮 但你有没有注意到 它那个copy的按钮是最大的 因为一般人只用这个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还有说门上有很多人的门 这面写着推 那面写着拉 推拉是有讲究的 你比如说推这儿 你不应当装门把手 你装门把手 人家自然的就会去拉 所以拉必须配在门把手这儿 这是符合人性的 对 这我们叫一个所谓的UI设计 这是有专门的人 专门做这一行的 专门做这一行 那刚才提到说 企业和企业的系统都在打仗 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很多企业里面 是一流企业竞争标准 二流企业竞争技术 三流企业竞争服务 四流企业最差的竞争产品 就卖货的 拿了标准就意味着你们都得听我的 对啊 足球我的标准 11个人对11个人打 篮球5个人对5个人打 你不可以5个人对11个人 制定规则 制定规则的人 你们都得听我的 那么你看这个Apple 比如说App Store 是很多人借助我发财 我跟你们五五分成 每个人你们赚大球 我赚小头 看上去我赚的不多 但是你们都在赚钱 那我赚的其实绝对数是更大的 而且这里面还有个 你可能会输 就你开发者可能卖不掉什么东西 但是我总归是赢的 这就像我是开赌场的 我不用下场赌 但是我只要抽头就够了 对对对 要不说科老爷子怎么发财呢 是吧 他一元稳赢啊 是是是 这制定规则 制定规则 所以现在企业像谷歌也好 微软也好 诺基亚也好 包括苹果也好 都在都在争夺这个东西 所以在PC这个领域里面 好像的规则已经被 Wintel所统治了 所以苹果并没有在PC上 花太多力气 他主要在iPhone iPad 谷歌现在也在做什么 什么什么 他的Android系统的平板电脑 Android系统的智能手机 他也在这上面玩 他已经觉得 包括他也在 和Wintel的竞争 他不是说我出个软件 他在做操作系统 对 做Colimus操作系统 直接就想把Windows给干掉了 对 当然都是在 数字巨头都是在 走高端的竞争 未来的世界将会怎样 对啊 但你从这点来讲的话 像今天中国的这个产业 现在是处在哪个阶段呢 恐怕不是这第一个阶段 我们在竞争服务 我们在竞争服务 我们连技术都 都还不够 都还不够 都在竞争服务 因为在中国 你没有看到有一家 很大的数字公司 别人靠它去发财的 前一阵子 我们在那个360和那个腾讯都吵架嘛 吵架嘛 吵话大家都批评说 腾讯里太封闭了 腾讯太封闭了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